85、明報、委任法官牽頭查員因檢視公司流供水提建議跟進責任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2頭條公屋食水含源超標風波不絕 政黨增傷驗水與蠍魚多住宅涉源超標 特首兩振英昨日宣布,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委任調查委員會 全面調查事件成因、檢視公、施流與食水供應系統設計、維修等事宜 並證物式法官出任主席,表明會跟進有關人士責任問題 這是計水務處專家小組、防委會成立10人小組跟進事件後 第三個調查事件的組織,政黨對政府做法表示歡迎 大民主派仍要求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今次事件 明報記者何標記五項公屋工程或抽現房屋處昨晚公布 負責啟程H.水供工程的持牌水供將林德森所述的何標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在今明兩年將完成五項公屋的水供工程 包括中國建築正進行的沙田水泉澳H.第二至四期 連同瑞安成建的元朗朗程H.深水炸澳H.重建第一期 以及首個六支居計劃選子的新蒲江丹藏公屋 共識超過1.2萬個單位 訪處已通過各成建商 驗收或會抽嚴汗料及食水 梁振英作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 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 發展局長陳茂波會見傳媒 宣布委任據傳召權力的調查委員會 進行獨立和全面調查 料傳召成建商林德森政府消息人士稱 調查範圍及傳召作工人士 有袋委員會主席刊牌 但相信涉及今次事件的啟程H.成建商中國建築 葵聯H.成建商水安建築的代表 負責工程的水供將林德森 以及相關工程的官員也會接受傳召 該人事說 委員會有權力向成建商 及涉事人士撒取證據 如材料單據 水喉漢接物採購資料等 獨立調查委員工作包括三方面 包括 1. 裁定事件的成因 2. 檢視及平核現時公共及私人流 與食水供應系統的設計 建造、維修、保養及裝置和物料 使用等的技術標準和監管制度是否妥當 3. 提出建議確保食水的安全 梁振英稱 精密式法官出任調查委員會主席 政府將與主席商討委員會具體職權範圍及提交報告的期限 調查委員會亦有法定權力可傳召證人、取證等 不會影響已成立的兩個小組工作 他強調 委員會將檢視事件中有關人士的責任 如是民事或其他訴訟、律政司有責任跟進 他說現得應假設今次事件責任誰屬 張炳良 公屋鹽水或礦範圍多個政黨鹽水進一步發現食水含源超標 被問到政府會否考慮擴大鹽水範圍 張炳良稱 完成抽鹽2013年起落成的公屋後 不排除會再擴大化鹽 令居民安心 被問會否暫停負責啟程 H 等公屋的中國建築及其他涉事的私人公司承辦政府工程 張炳良表示 如發現承建商違反合約 都須視乎條款內容、事件嚴重性等 然沒規定禁止任何違規承建商再參與政府工程 黃碧雲 立會跟進有助公開李維奇 就無必要多名民主派早前表明在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緣水事件 民主黨黃碧雲認為 立法機關有權調查 傳召官員 攝氏個人或承建商 政府調查 之後未必會公開報告 好像南亞海那樣 相信立法會跟進有一定作用 他說 該黨下週三將在房屋事務委員會提出有關動議 並會要求召開緊急立法會跟進事件 工黨主席李卓人說 委員會不能代替立法會監察政府 社民連梁國雄認為應有具公信力的法官主持委員會 相信中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事合適人選 民建聯主席李卓稱 目前最重要找出沿水源頭 然已有三個委員會跟進 立法會就無必要調查 經民聯盧委國表示 不排除立法會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可能 但現首要是保障居民飲用水安全 。 相關新聞刊A 三